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美国对6名哈马斯领导人提出刑事指控 因其参与了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致命袭击 这起袭击造成了1200人丧生 震惊世界 随后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猛烈暴富 导致超过40,8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这场冲突的后果不容小觑 美国的指控不仅是对哈马斯的挑战 更是中东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 这些被指控的哈马斯领导人 包括军事指挥官和政治核心成员 面临着与无辜平民生命安全相关的严重控诉 美国表示 这些行动是追求正义的必要步骤 并强调对平民的攻击绝对不可接受 然而 哈马斯的反应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该组织强调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行动 并指责美国的双重标准 随着局势的演变 国际社会对于如何解决这一冲突的呼声愈加强烈 和平的希望似乎依然渺茫 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局势 还可能对全球的政治形势产生深远影响 人们急切地希望能在这场持续的冲突中 找到和平的出路 但显然 未来的道路依然艰难且充满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10月7日这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美国政府对6名哈马斯高层领导人提出了刑事指控 这一举动顿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那次袭击对以色列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尤其是数百名无辜的平民成为了牺牲品 美国的指控不仅是一个直接的挑战 还显示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 可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被指控的6名哈马斯领导人 包括该组织的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导层的核心成员 他们被指控策划并执行了这次致命的袭击 对其后果负有直接责任 美国国务卿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这些指控是为了追求正义 并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对无辜平民的攻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在这次袭击中 哈马斯动用了各种武器 包括火箭弹和无人机 对以色列的城市和村庄发动了突袭 据报道 这次袭击计划周密 并且得到了哈马斯内部的高度协调 这使得以色列的防御系统 在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应对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随着事件的发展 国际社会对哈马斯的谴责声音不断提高 许多国家纷纷表达了 对以色列的支持 并呼吁哈马斯停止暴力行为 美国的指控 无疑会加剧哈马斯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 并可能导致更多的制裁措施 在这个背景下 哈马斯的反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该组织发表声明 强调他们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侵略 并表示这些指控 是美国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再次打压 哈马斯的支持者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声援活动 试图为该组织辩护 并指责美国的双重标准 根据《卫报》的详细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在声明中指出 这些指控针对哈马斯运作的各个方面 并强调 这不会是最后一次行动 加兰指出 哈马斯的领导人 在伊朗政府和真主党的支持下 策划了对以色列的攻击 并以此为目标 对无辜平民 进行大规模的暴力和恐怖行动 他提到 这些指控是针对哈马斯 长达数十年的恐怖活动的控诉 特别是针对10月7日的袭击 这次控诉的6名被告中 有3人已经去世 活住的被告 包括哈马斯首领雅哈 辛瓦 他目前被认为藏身于袈裟 哈利德 梅沙尔 他在多哈负责该组织的海外办公室 以及阿里 巴拉卡 一名驻离巴嫩的高级哈马斯官员 至于已故的被告 则包括前哈马斯领导人 伊斯梅尔 哈尼亚 他在德黑兰被刺杀 军事部门首领 穆罕默德 狄夫 据以色列称 他在7月的空袭中被杀 以及副军事指挥官 马尔万伊萨 据以色列称 他在3月的袭击中丧生 伊朗方面对哈尼亚的死表示谴责 并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但以色列官员并未承认此事 美国检方早在2月份 就对这6名男子提出了指控 但由于希望能够抓捕哈尼亚 这些指控一直保持密封 随着哈尼亚的去世 司法部决定公开这些指控 这一系列事件 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让人们对中东地区的局势感到担忧 哈马斯作为统治加沙的武装组织 其行动不仅影响了以色列的安全 也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局势的发展 国际社会对于如何解决 这一冲突的呼声愈加强烈 和平的希望似乎依然渺茫 根据南华早报的进一步报道 美国这次对哈马斯领导人 提出的刑事指控 显示了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这次袭击造成了1200人丧生 其中包括40多名美国人 随后 以色列对加萨地区展开了暴富性攻击 造成超过408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并摧毁了该地区的大部分基础设施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 在声明中表示 根据我们的控诉 这些被告拥有武器 政治支持和来自伊朗政府的资金 以及来自真主党的支持 一直在领导哈马斯的努力 只在摧毁以色列国家病谋杀平民 以支持这一目标 这份控诉书列出了6名被告 其中3人已经去世 现存的被告包括哈马斯首领亚赫亚 辛瓦 据信他目前藏身于加萨 哈马斯流亡办公室负责人 哈利德 梅沙尔 现居多哈 以及驻黎巴嫩的哈马斯高级官员 阿里 巴拉卡 以故的被告包括 哈马斯前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 该组织声称他在7月 余德黑兰被刺杀 军事部门首领穆罕默德 狄夫 以色列声称他在7月的空袭中被杀 以及副军事指挥官马尔万 伊萨 以色列表示他在3月的空袭中丧生 伊朗则将哈尼亚的死归就于以色列 以色列官员并未承认 对哈尼亚的死亡负责 美国检察官在2月份 对这6名男子提出指控 但由于希望能捕获哈尼亚 故将控诉书封存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官员的说法 随着哈尼亚的死亡 司法部决定公开这些指控 这场冲突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长期以来的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 10月7日的袭击 被认为是哈马斯对以色列的一次重大挑衅 这一事件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许多人对这场冲突的后果感到担忧 尤其是对无辜平民的影响 加萨地区的医疗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许多医院因轰炸而关闭 医疗物资短缺 导致许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这场战争中 无数家庭被迫逃离家园 成为难民 许多孩子在这场冲突中失去了父母 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中 国际社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但目前的局势仍然十分紧张 随着美国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指控 这场冲突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人们希望通过外交努力 能够结束这场持续的暴力循环 让和平的曙光 重新照耀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对哈马斯领导人提出行事 指控真是太好了 这些人就像历史上的匈奴王阿迪拉一样 只会带来毁灭和痛苦 他们对以色列的袭击 无异于当年阿提拉对罗马帝国的侵略 搞得人心惶惶 城墙倒塌 这些人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正如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所说 这是追求正义的重要一步 哎呀 楚天书你这么说 可真是没看透美国的双重标准啊 美国不仅对哈马斯领导人提出指控 还要顺便赚点政治分数 就像卖了平安符的神棍一样 既做了表面好事 又捞了好处 想想吧 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 他们的所谓正义 不过是政治操作 这就像当年的十字军东征 表面是为了宗教 实际上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土地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你说美国是双重标准 我倒觉得他们是在秉持公正 哈马斯就是现代的恐怖分子 像星球大战里的黑暗势力一样 意图摧毁一切 美国追求正义 替世界除掉这些不安定因素 难道不应该吗 别把追求正义的行动 说成什么利益驱动 这样只能误人误己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是把美国当成了超级英雄 醒醒吧 你真以为美国是钢铁侠吗 美国在中东的历史行动一再证明 他们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痛苦 看看伊拉克 看看阿富汗 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 美国的所谓正义 行动就像一场龙卷风 所到之处 无不是破坏和混乱 这次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指控 不过是另一场政治秀罢了 谢奇奇 你这话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美国不是钢铁侠 但他们也不是你说的那么坏 美国对哈马斯领导人提出指控 这是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有力打击 事实数据摆在那里 哈马斯对平民的伤害无可辩驳 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 你觉得他应该被放过吗 美国这次的行动 就是要告诉全世界 恐怖分子无处可逃 楚天书 咱们说话可得有点脑子 你把哈马斯比作伏地魔 这也太戏剧化了吧 美国的行动就像个无底洞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 看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 历史悠久 错综复杂 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黑白对错问题 美国这次搞指控 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 就像给火上浇油一样 会有更多的平民成为受害者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